大家好,我是东哥 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 广东特色美食 糯米鸡 我们提前五个小时把糯米泡水 我们把香菇也泡水 我把荷叶也洗干净泡水 选择小葱头 把它切成 葱头沫 切的碎一点比较好 放着必用 也把泡好的香菇也切成香菇丝 放着必用 我们切点腊肉 换那里必用 我们选择鸡腿肉 把鸡腿肉 把骨头拿下来 放适量的味道 生抽 适量的盐 适量胡椒粉 撒上料酒 煎它搅拌均匀 放到那里 肉肉肉味 必用 好 我们把锅烧热 换底油 我们把切好的 小葱头沫 倒到油里面 慢慢煌 把它炒香 把它炒成金黄 放得必用 这个要慢火 时间炒长一点 如果火大了 一下子就糊了 好 我们炒的炒香之后 把它倒出来 放得必用 好 我们重新 把切好的鸡腿肉 倒到锅里面 进行方炒 煎它炒熟 炒烂 我们把之前 切好的香菇倒下去 一起炒一下 这香菇跟鸡肉 一起爆一下呢 它就会发出香味 我们撒上料酒 我们把泡香菇的水 到里面 一起煮一下 我们撒些 生抽进去 再加点福椒粉 这个呢 之前我们 腌制的时候呢 已经放过味道了 也不需要放很多味道 我们把泡香菇的水 倒进去 盖起来 烧五分钟 把鸡腿烧浪 为止 然后把腊肉倒进去 一起烧一下 好 烧好之后 我们将它倒出来 必用 好 我们重新把锅烧热 放底油 然后 然后 把烧麦先过过油 把虾也过过油 都过熟了 放在那里 必用 这个虾仁呢 我们也腌过味道了 只有把它弄熟就可以 好 我们把糯米放到蒸笼里面 倒进去把它蒸熟 好这个糯米呢 放在蒸笼里面 放在蒸笼里面 要蒸15分到20分钟 我们现在 把香叶 这个荷叶 先剪一下 把它剪开 从中间剪开 把头去掉 好 我的米饭 蒸得差不多了 我们将它拿出来 好很香 我们将它倒出来 倒在大碗里面 把之前熬好的那个香油 然后 小葱头油 把它淋到 放里面 把这个小葱头 熬香的小葱头 再加在 我们炒好的鸡腿肉 虾 烧麦 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 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等一下 就包的时候呢 就这个料 放在里面 好 我们把饭 放在荷叶里面 把鸡腿肉 虾 烧麦 冬菇 这些 已经炒好的料呢 放在饭上面 然后把饭 放在 放在中间 然后把它包起来 好 这样包起来之后呢 我们放蒸笼里面 蒸它20分钟 上 蒸笼 好了 我们的 糯米鸡 就制作差不多了 喜欢东哥视频 请点点 关注 订阅 谢谢大家观看 这期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